在深宮之內,晴晴合塔歐心柳國都已經見慣不怪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劇中的主謀永遠都不會被人抓到? 大家還記不記得太平公主因為懷恨在心 困住宮女吳翠瑩在回心園二十年 怎知被人救了出來 吳翠瑩還指證公主非法禁錮,虐待和殺殺她的家人 你們一定心想 哈哈哈哈,公主你還不死? 怎知 罪魁禍首,是我 這樣也行?為何這樣?為何這樣?為何這樣?為何呢? 不止啊,還有第二次 藏書割著,火還燒到娜姐暈了 小仙玉馬鳴和雪雪雪都焦了 有看的觀眾都知道是皇后所為 但皇上就找了南公司徹來做替死鬼 你們肯定有心想 唉,糟了,不可憐 怎知真凶是我 又禮?又頂?同一條矯子又用多次? 別以為正啊,有得看娜姐洗澡 實情是皇后葡萄娜姐 所以切局陷害馬鳴和娜姐私通 還帶著Mary姐一起吃花生 這次娜姐真的洗幾次都洗不清 一定被人拉去浸豬籠 看到這裏,大家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全身陷任將軍於不義,亦是我 我明白大家都很想大叫一聲 頂,夠了沒有? 不過現實中,哪有這麼多朋友幫你頂啊 看心工幻想一下吧